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一直說4日當日已拿到閉路電視片段 證明事主在兇案發生時在院舍和案件無關 又說基於案件嚴重性 當時被捕人士快被拘留48小時 所以決定暫控他50 但院舍昨日發聲明踢爆 說5月2日和3日都有人當席 警方還在3日已拿到閉路電視記錄和文件 足以證實到致障男子又不在場證據 但警方依然在5月4日晚落安告人誤實 阿仔被當作兇手 令全家受困擾 官來的是只有阿Sir昨日說 我希望送上我們對家人的祝福 希望他在事件上一些不愉快的經歷 能夠盡快放下 我便想告訴他 你雖然祝福我 但其實我本身全家都很幸福 阿Sir不斷在電台解說 當時沒有回應 會不會道歉 我們絕對不會賴默 但你要給時間 我們先作出一個檢討 現在我覺得放不下 是個警察 不知道是為了甚麼 可能是個檢討的關係 總之人家有貸任 自己便沒有貸任 這就是我的感覺 她說準備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又說幸好這次有院舍做證 否則弟弟很容易被人屈打成招 對不起 我們警察是否因為 曾偉紅之後 完全不能我說 涂謹申說 事主沒有能力走路 根本就不用告得那麼急 叫警察道歉 和內部調查 坐拉至張南 警漏夜聲明補協 不道歉 維護法紀 需要道歉 這個是天荒野譚 但我相信 我上任 我不會跟曾sir 太大分別 新歌盧偉聰 在拉拓人事件後 潛逐五日水 到現在都未正式回應 他的下屬 昨天早上 作復完事主家人之後 事主家人下午就說 要公開向警方 作弓的錄影帶 到晚上 院舍再發聲明 逐一反駁警方 歷勝警方 一早就知道 智障男子 又不在場證據 仍然堅持要入charge 好了 到了近三五夜 警方發聲明 說是為尋求真相 讓家屬有不愉快的經歷 警方表示 口歉 但是道歉呢 整段聲明都沒有提到 也沒有解釋 為何掌握不在場證據之後 還要告當事人誤殺 為何堅持說找不到遠舍的人 當事人的哥哥歐先生 就說接受警方的抱歉 但是仍然會向警察投訴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